360全景相機是一種可以在同一個時間 把周圍360度所景象一次拍攝進去的相機 不論是照片或影片都沒有死角 這次卓西數位中心特別邀請到布農食人沙利浪 透過360影像來介紹瓦拉敏 讓不少登山愛好者、文化工作者 或者是想要學習360環景攝影的民眾 都可以親身來學習這樣的一個情境 全景拍攝與手機相機拍攝不同 學員們先在教室上欣賞360相機作品 認識360相機特色及拍攝手法 對於初學者來說 這些操作雖然略顯複雜 但在講師的引導下 學員們很快掌握了要領 會希望透過360環景攝影的走度 讓大家可以生利其境去走訪 那如果很遠就是在比如說國小或者是國中 如果是在別的學校的話 他們可能沒有機會來到花蓮來到卓西 但他們其實可以在教室裡面透過環景攝影的影片 然後讓老師可能帶著孩子就是可能用平板 然後就在那邊滑動 就是認識這個地方 卓西數位中心10月28號辦理360環景影像記錄的課程 更是邀請布農詩人薩利朗擔任講師 課程內容包含介紹360環景攝影 介紹瓦拉米360環景影像導覽 以及體驗學習360環景的攝影 像玩遊戲的概念 然後好像已經進入到30 然後提高他們對自己的歷史跟文化的一個興趣 然後他們會想要更認識自己 然後去了解自己 然後走進到自己的足距 數位機會中心的社區 不僅能夠培養社區民眾使用數位科技工具的能力 感受現今數位生活的便利 更能滿足民眾生活上使用數位的需求 進而豐富 更能滿足民眾生活上數位使用需求 進而豐富生活應用 讓生命更精彩美好 記者高雙雙 張明泰 酌西鄉採訪報導 並不少 現在會請大家 進去